4号凌晨 24岁的蒙面白人男子康纳贝茨 身穿防弹衣 手持AR15型的大威力自动步枪 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的一家酒吧外 疯狂地向人群扫射 造成9人死亡 27人受伤 戴顿市长表示 凶手火力强大 如果不是案发当时附近巡逻的警察 在一分钟内就击毙了这名凶手 恐怕将有更多人丧命 而就在此13个小时之前 德克萨斯州埃尔帕所示 才刚刚发生另一期惨烈的枪击案 造成20人不幸丧生 26人受伤 美国地方检察官司号说 执法部门以国内恐怖主义罪 对3号发生在德克萨斯州 西部埃尔帕所市的枪击事件 展开调查 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 将这起枪击事件称为仇恨犯罪 特别的是 在德州3号枪击案中的20名遇难者中 有7名为墨西哥人 对此 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 死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对墨西哥来说 这个人是恐怖分子 他还提到 墨西哥正考虑 以恐怖主义罪行的名义 一度抢手 使其可以在墨西哥接受指控 两期惨案发生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 仇恨在我们国家没有容身之地 他还把两起枪击案 归咎于精神疾病所致 他指出 如果你看看这两个案例 这也是一种精神疾病问题 这就是精神疾病 这些人真的有 非常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 此外 对于两起枪击事件 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 特朗普4号下令 白宫以及所有联邦机构 军事驻地降半旗 直至8月8号日落 在德州枪击案发生数小时后 有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 抗议美国政府 在枪支管理问题上的不作为 他们还点亮手机 为枪击案遇难者默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